师傅现在有一个顶级的事情 就是有个童修 他的先生突然之间是 小孩出来急进左心衰 然后肾功能不好 然后一次是尿毒症 现在那个血压一直降不下来 一直在250 童修呢他是家庭主顾 一直以来靠着先生养家的 碰到这件事情 童修非常的慌乱 控制不住一直在 我的时候哭啊哭 这几天都睡不着觉 都是身边童修帮助提醒他 该怎么做 师傅能不能为开始他几句话 他现在不学佛的 先生已经那个发愿了 放十万条鱼 现在有什么用了 生了病了有什么用了 对对对 是的 跟你说的 你看看干嘛 路上的人都很觉得自己很牛了 哪一天倒下来就进医院了 你在马路上看不见病人 你在医院里看得见病人的 是的 有什么用啊 这种人那么临时抱佛脚的 哎呀 他怎么平时好的时候叫他们修行 学佛念经 怎么不好好学佛修行念经的了 好的时候叫他们放下 他哪想到有这么一天的 对对对 就像我们东方电台就 这个这个碰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凭什么小气这么臭药 放个声都不可以放的 哎呀要死了 哎呦 我生癌症了 要我要放生 稍微好一点 又不舍得放生了 嗯嗯嗯 听不懂啊 师父 嗯 听得懂 就平时 嗯 是啊 就属于也是事情出来了 临时抱佛脚这种 你说讨厌不了 你他怎么不知道啊 谁都不知道 每个人都会死的 他怎么不想想 他万一死了怎么办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的 早点做功德 早点把自己留条后路啊 嗯 是的 嗯 同修现在他已经放生 几番条鱼 他现在这样突如来的这种病症 是业症爆发还是 马上是有不如 不如理如法的事情 马上惩罚的 他只要 他只要照过口验 过去对他老婆 学婆照过口验 这是导火线 这个导火线是最快爆发的 还有就是369 369 嗯 因为这个同修 他平时也是属于自修嘛 然后观音堂的话 他也 不来 嗯 也是 不是算经常来的 好了 他现在这样子 好了 报应啊 报应来了吧 他也是 什么叫自修了 没有多做功德 没有多做功德 就像很多人一样的 墙墙漏了 下雨了 哎呀 没钱补墙了 你平时为什么不 不多积攒一点呢 对对对 没办法 有些人叫无缘了 当时劝他的时候 他不听就叫无缘众生 听不懂啊 嗯 但是现在大家同修都在帮他忙 人家帮他 人家是学菩萨 听得懂吗 嗯 很简单 他自己 他自己不行啊 他 他 人家 人家帮他 是人家好 他自己不好啊 有什么办法了